阿倫是房屋 房屋問了老闆之後 齁那個 碎蓮跟一般的蓮花不一樣 他說蓮花現在有在休眠 齁啊休眠的時候 他就是當生蓮藕的就好了 阿火是比較大的 但是這個碎蓮齁 他就是 那個什麼 他比較小粒 他還會胖胖這樣 這樣我在看 大盆的 小盆的百里嘛 小盆的一百大盆的百里 這一盆 剛剛拍的話這一盆不錯 阿我們就拿去結帳啦 阿你吃三招就好嗎 好 阿我像我 我車要載的 我煮不得倒一些條 你水先倒掉 我等一下會幫你裝 阿要倒得很少嗎 還是 濕潤就好了 阿我直接直接倒的嗎 好 好 一回到位就好 阿給他稍微土壤這樣淡淡不淡 阿然後那個 老闆跟我說 就是水比較深 我們就是先墊高 讓他那個葉子慢慢的浮上來 齁 這樣 阿你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都不用你撈阿 這樣照說我是直接放下去水底 我土也不用插進去齁 好 好 非常讚 然後 後來沒多久 就可以放魚了 就放了 把那些 果園慢慢進化 不然後面不知道 那個什麼 越買越誇張 沒有 水連瞬間出來 我直接把它放下去 因為這個 拍攝過程濕搭搭的 然後 這個裡面原本的圖 我就把它弄過來 阿那個 那個什麼 裡面這裡 本身就有一張火 這個 給它水來這裡好了 應該是這樣 給它水過來 然後那個老闆說 樹葉就 剛剛好這樣子 阿它這個 中這個 這個一碗 這不知道什麼 可以大概溼溫弄一些 然後 後來就是 消化菌 讓它照 生態康 後來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運作了 真讚 這邊故意把它 弄一個 這個樣子 讓它那個 慢慢的 可以這樣過來 好 好 謝謝收看 阿它現在這裡 我是後面 想我還要用一個木板 如果說真的 有強光或強風 它可以 去遮光病 阿裡面我剛剛 要稍微放一些黑土 就自己判斷 謝謝收看